继续来种花 这一次要种的就是这个五色莓 它开的花很漂亮 一株的话可以开出好多种颜色 可能这就是它为什么叫五色莓的一个原因 这个花它非常的好养 不容易得病长虫 而且分支能力也很强 很容易长爆棚 还有就是它会散发出一种刺激性的味道 有些人不喜欢这个味道 尤其是在修剪 和触碰它的时候 就这样闻的话是闻不到的 这个味道可以驱赶这个蚊虫 所以现在种的话 夏天还能驱闻哦 唯一有一点不好 就是它比较的怕冷 如果冬天的话 一定要把它搬到室内去养 如果放在室外的话 南方地区也许它的枝叶会枯死掉 但是春天还有可能会萌发出这个新芽来 如果北方地区放室外的话 肯定是会冻死的 还有就是千万不要去遞灾 否则你会后悔的 因为它是这种侵略性的植物 抱负它起来非常的恐怖 轻都轻不干净 现在就去给它挑一个盆 这个五色莓对花盆材质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花盆都可以来种 然后就是大小 大小就根据这个植株来选择 像我这么大的就选口径20厘米的盆就可以 接下来就是配土 这个五色莓对土壤没什么要求 大部分的土都可以来种 只是盆栽的话 透气排水性要好一点 我就用自己配置的这个通用土来种 想买这个土的话有 可以微信搜一搜立下园艺就可以找到 再把它去出来 这个根系发达吧 全是大白根 把这上面的这种枯叶给它清理掉 这些都是在这个运输的过程中 压坏的叶子 这样就可以把它种下去了 底下的根可以稍微把它捋一下 继续加团 稍微给它按一下 再给它浇透水 浇透之后再把它搬去换苗 放在阴凉通风的地方缓个三四天左右就可以 这一盆五色梅种下去已经一个多星期了 这个状态非常的好 而且孕育了很多这个花类 现在就要把它搬出去正常养护了 我就把它放在这个地方养 这个地方每天大概可以晒到五六个小时左右的太阳 这样的光照是可以满足它的生长和开花的 当然如果光照越充足的话 它开的花就会更爆 另外呢这个五色梅它不怕晒 但是它比较怕冷 冬天最好有10摄氏度以上的温度才能过冬 所以我这个地方的话 我冬天都要把它搬到室内去 北方就更不用说了